层层堆叠四周这些是回收垃圾 是经济来源 更是生活 为了多挣点钱 11岁了还没上学 他不是唯一 中国大陆有近30个乡镇 每天像这样与回收垃圾为伍 这些不是中国大陆生产的垃圾 而是飘洋过海 从世界各地运来的洋垃圾 长期以来 全世界至少一半的纸质品 金属 塑胶废品都运到中国大陆 其中光是塑胶垃圾 2016年就耗资37亿美元 处理了730万公吨 纽约时报报导 美国每年向中国大陆出口 超过1320万公吨的废纸 和142万公吨的废气塑料 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 第六大出口商品 德国则是每年出口 56万公吨的塑胶垃圾 到中国大陆 英国每年运去的可回收垃圾 足以填满1万个 奥运标准游泳池 而欧盟和日本也贡献了不少 从90年代开始 为了增进制造业发展 中国大陆收集世界各地的 废塑料和金属作为原料 以低成本换取经济繁荣 处理过程中 没有利用价值的废气物 直接在路边焚烧 污水也直接排入河川 近年来健康和环境问题 一时抬头 中国大陆不想再做 全世界的垃圾桶 去年宣布禁止进口 24种固体废气物 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 短短半个多月 垃圾出口大国 像是美国 英国 德国 甚至香港都传出垃圾危机 政府沟通一下 看要怎么做 这来于你的售扣 你最担心的 这些败品没有人 承拌到再用 面对每天源源不绝的垃圾量 欧盟率先计划提出 塑胶袋和包装征收的 深邃法案 希望有助于减缓垃圾问题 各国回收企业正寻求 让大力发展制造业的东南亚国家接收 但他们目前还无法处理 这么多的塑胶废料 专家表示 解决这场危机 最利己的方式 就是焚烧或掩埋 反对环境会造成严重伤害 其实最好的方式 是清净在源头 人人减少制造垃圾 对健康 环境 经济百利而无一害 大爱新闻 黄建廷编译 会计划提供